上個月初台東觀山有一棵30年以上的台灣藍樹 招人惡意磚孔毒死 最近又有民眾發現在周邊有8棵小葉懶人樹 也招到同樣的手法給毒死了 觀山證供所表示說已經向警方報案 同時也強調對於毒樹的凶手絕不寬戴 要依法求償 在畫面裡出現了這幾棵光凸凸的小葉懶人樹的樹根位置 都被人惡意磚栋給毒死 很明顯是有人刻意為之 而這也不是觀山證第一次出現有人毒樹的事情 在5月初時也有一棵台灣藍樹也曾遭到毒手 而且毒樹的手法非常類似 對此觀山證長彭成峰也表示 已經向警方報案要遏止這樣的歪風 目前我們總共有8棵的行道樹已經被毒死 昨天也都已經跟警察局這邊完成報案跟備案的動作 那公所這邊也會進行提告作業 就是一定要繼續要去遏止這種我們講不對的行為 行道樹我們應該是要讓它移植到適合它的地方才對 而不是用這種這麼粗暴的方式去把它解決掉 證明者認為雖然小葉懶人樹會有串根的問題 但公所也已經排定要移植 不知為何非得毒死不可 覺得相當的不捨 其實我覺得蠻傷心的 因為這些樹在我小時候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然後就這樣無緣無故 然後就被毒死掉 而且我們在不知不覺當中才知道說 它葉子掉光了 我們才知道它死掉 就真的很訝異 然後我們真的想要呼籲就是相關的檔位要注意這件事情 不管是我們關山鎮的警察局 或是我們關山鎮公所 因為我們可以一起搭配合 然後我們把這件事情好好的處理 然後也可以找出到底為什麼要毒樹的原因 因為那些樹其實已經按照程序說已經要被移走了 那為什麼還要去對它下手呢 我真的覺得其實還蠻傷心的 小葉懶人樹由於樹形美 早些年被大量種植在關山鎮作為行道處使用 但時常因為串根到民宅 以及造成路面隆起等問題 政公所也在2008年起 陸續編列預算進行移植 政公所也強調 會依照台東縣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的規定 對損毀樹木的人進行求償 出估每棵樹最少得賠14000元 若找到確定的行為人 出估將賠償10多萬元 記者陳吉林關山鎮報導